疫情后国人出国旅游潮大爆发 在桃园机场里 其实还有多项隐藏版的免费高级服务 不只在一行下的四楼 有完全免费的贵宾室 让所有仓等的旅客都能使用 甚至还有24小时的免费淋浴间 宽敞明亮的空间里 不只冷热水具备 梳妆台座椅 镜子吹风机一应俱全 淋浴间的位置就在一行下一二楼的入境区 以及二行下一楼还有四楼的出入境区 都可以找得到 很有福利的一个休息 应该多多的一个扩大 如果想要束火筋骨 机场其实还有提供免费的SPA按摩椅 15分钟免费按摩椅 帮你放轻松 免费SPA按摩椅区 就在二行下C区还有D3区 旅客只要到服务台 就可以免费兑换按摩椅代币 享有每次15分钟的按摩体验 还有人发现 其实在二行下的三楼还有躺椅区 可以全身舒展平躺 面对的是大片落地窗 户外景致一览无遗 过去桃园机场还曾被票选为 全球五大好税的机场 都是在后机大厅 给一些转机的旅客来使用 除了娱乐消遣的空间 桃园机场最大卖点 就是免费的贵宾室里 还有哺乳室 还有USB充电座 后机时如果想运动 在二行下三楼的D1区 甚至可以找到免费的健身房 里面有跑步机脚踏区 就连瑜伽区都有充早区 如果想要吸收新知的人 可以到一行下的三楼 景观电子图书室 但这些隐藏版的服务 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 从运动按摩看书到充早 后机的旅客可以充分利用 这些免费的服务 让自己好好享受 记者刘志展专入此王志恒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